法治故事耐人寻味 不容错过 2014年4月18号下午6点 此时本应放学归家的女孩方方一直没有回家 乌市新市区河北东路一户住宅中 于庆峰和妻子张燕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当天于庆峰问遍老师和同学 竟然得知女儿的同班同学刘晓燕也同时神秘失踪 两名12岁女生失联惊动了乌市公安部门 警方调动大量人力对女孩的放学路线进行排查 但两个女孩在一个路口拐弯处脱离了探头 消失了踪影 直到4月21号上午 方方和燕燕才各自疲惫地回到家中 方方看上去似乎毫发未损 于庆峰忙问女儿去哪了 方方支支吾吾地说 和同学燕燕出去玩了 再问下去 沉默不语 母亲张燕觉得女儿眼神恍惚不安 于是单独询问 在母亲的安抚和追问下 方方最终说出了一个让人无比震惊的真相 原来4月18号 方方和燕燕放学后 遇到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子 他称自己叫方浩 是乌鲁木齐县医院医生 方浩拿着一个游戏机 邀请两个小女孩跟她去玩游戏 方方和燕燕转身要走 这时又从旁边走出一个自称为小红的女孩 称方浩为爸爸 看到是一对妇女 燕燕和方方放下心来 方浩将她们带到一家宾馆 一直玩到晚上九点 两个女孩想回家 方浩说 我们去吃饭 吃完回来 还有更精彩的游戏 饭后 方浩竟用手机放起了男女赤身裸体的电影 还开导她们说 只有这个游戏才最刺激 看到两名少女害羞地跌下了头 方浩支走小红 将燕燕和方方都抱到了床上 哄骗两个女孩脱下了衣服 十二岁的女儿失身了 当天中午 两家父母带着孩子来到二宫派出所报案 因案发宾馆是在和田派出所下居 此案被移交到和田街派出所 民警经过深入调查 确认方方和燕燕被方浩带到宾馆同住三天 这不是一般的奸淫幼女案 犯罪嫌疑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猖狂 分局刑侦大队迅速借助 经技术中队对房间提取物和对两个女孩鉴定 两人均被强制 几天后 此案就被公安厅确定为督办案件 方浩是化名 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假的 方浩自己也感觉到了异常 那几天手机和QQ都停用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分局副局长杜江部署专案组将侦查重点 放在嫌疑人使用的两部手机上 侦查员对该手机三年多的通话记录进行分析 发现一名叫王霞的女子 三年前与这个手机联系密切 5月5号 民警在仓房沟水泥厂附近找到王霞 王霞28岁 山东零一人 2011年年初离异 带着三岁的儿子亮亮 来到屋室投奔亲戚 他学历地 在火车站前以擦皮鞋为生 2011年5月 他在一次擦皮鞋时 认识了明小勇 也就是方浩 两人只同居了三个月 2011年8月22号早晨 王霞临时要送一个老乡上火车 将儿子亮亮委托给明小勇代管 下午回到出租屋 两人都不见了 打通电话后 明小勇称 有个朋友找到吃饭 他只好带着孩子出来了 但孩子自己跑丢了 现在还没有找到 王霞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立即向亚山派出所报警 随后他正告明小勇 如果不把孩子送回来 就等着坐牢 明小勇这才答应 第二天将孩子送回 第二天下午六点 在电话中约好的清风路加油站 焦急万分的王霞 终于等到了儿子亮亮 但守候的一边的民警 却没有抓到明小勇 因为送孩子回来了 是一名七旬的姓严的老太太 严老太称 自己一个亲戚 一直想要个男孩收养 明小勇说他有一个朋友 未婚先孕生下一个儿子 现在想送人 但要六千五百元钱 严老太交钱后将孩子领回家 第二天 孩子还没送给亲戚 明小勇就打了电话 说朋友反悔 请他到清风加油站 交孩子 钱会如数退回 他前来送孩子 却被警察抓获 严老太涉嫌拐卖儿童 很快被取保候审 但明小勇就此失踪 班民警通过公安信息平台 查找一切有关明小勇的活动轨迹 终于2014年5月5号 经技术手段 专案组在五家区域 发现了明小勇的踪迹 但详细地址无法确定 班民警立即赶赴五家区域 采取最为原始的办法 一家家宾馆桑拿店洗浴中心排查 排查了整整一天一夜 最终在安宁区一家偏远的宾馆 确认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带着两个小女孩入住202房间 此时已是五月六号凌晨三点半 宾馆服务员打开房门 睡梦中的明小勇被民警控制 让民警大吃一惊的是 明小勇身边竟然睡着 两个花季少女 其中一个少女 竟然是一周前被米小勇 骗到宾馆强暴的燕燕 原来燕燕的父母是来自山东的 一对务工夫妻 几个月前 两人在闹离婚 无暇顾及 燕燕才被米小勇拐走 这几天 夫妻俩就在闹矛盾 燕燕无人监管 他竟然在QQ上联系上米小勇 被米小勇带到五家区 另一名少女也只有13岁 自称是米小勇的女儿 名叫米书红 却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民警询问她的来历 眉目清秀的米书红一言不发 专案组连夜将米小勇 和两个小女孩带回屋室 对米小勇展开通室 32岁的米小勇似乎很有反侦查经验 或对答猪流 或装疯卖傻 民警调取其公安网犯罪信息 发现米小勇是甘肃省静宁县人 无业 曾因诈骗罪两次被判刑 这次已是三进攻 2008年刑满释放出狱后 米小勇伪造了乌鲁木齐县医院医生身份 一直靠给人百事招摇撞骗度日 面对证据 米小勇无法洗清自己强奸方方艳艳的嫌疑 但对米书红 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女儿 他称当年他18岁时 和前女友何云同居后生下米书红 坐牢期间是女友带着 当民警问他女友何云联系方式 他又称女友已经联系不上 当晚分局以涉嫌强奸幼女罪 将米小勇行事拘留 米书红当即冲上前去 抱住米小勇撕心裂肺的喊道 爸爸 你关进去了 我可怎么办啊 两人抱头痛哭 米小勇也泪流不止 办民警感到搭火不解 难道这真是一对妇女吗 5月8号DNA鉴定结果出来 米小勇与米书红并无血缘关系 对此检测结果 米小勇称 米书红是其女友与前男友所剩 当然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米小勇刑拘据后被积押在看守所 剩下孤零零的米书红 只好暂住在刑侦大队 几名民警担负起了照顾米书红的重任 但米书红一直心事重重 郁郁寡欢 极少说话 最终经请示上级领导 新贞大队将米书红安排到新疆女子 攻读学校吃住 专案组将米小勇与一个县人 关在一起 观察他的情况 但狡猾的米小勇 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 只是一次无意中冒出一句 我犯的是大事 如果说出来就出不去了 民警觉得米小勇身上 肯定还隐瞒着很多犯罪事实 只有米书红才是唯一的突破口 民警张凯带着两名女同事 赶赴公读学校 继续找米书红谈心 但是米书红拒绝交流 并一再要求将他爸爸赶紧放出来 张凯耐心地给米书红讲解法律 告诉他 米小勇已经触犯刑法 构成了强奸罪 同区的女警察 还跟他讲起的少女 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听完这些 米书红若有所思 几天后 张凯再去看米书红时 给他买了一套连衣裙 听说米书红喜欢吃辣的 他还特意给米书红 带去了许多四川麻辣小食品 六月初的天 天气突然转凉 米书红不慎感冒 发起了高烧 得知这一情况 张凯专门赶到工读学校 把他送到医院书业治疗 连续两天 张凯和女同事一直守在医院 两人日夜轮流照料米书红 看着两名警察熬红了眼睛 一惊退烧的米书红 第一次含泪说了一句 谢谢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月后 米书红心里的尖兵 终于渐渐消融 出院后 张凯第七次来到工读学校 米书红主动说道 叔叔 我叫张玲玲 不叫米书红 米书红不是我的爸爸 在女孩断断续续的叙述中 张凯这才知道 十三岁的张玲玲来自云南省昆明市 她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悉心呵护她的父母 本可以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而这一切却在七岁那年夏天改变了 2008年6月 七岁的玲玲上小学一年级 父亲张成贵 去成都老家 看望病重的奶奶 一天 玲玲因为贪玩考试没有行好 母亲一气之下 打了玲玲几下 一向受宠的玲玲上了自尊 背着书包离家出走 她独自一人来到昆明火车站 想坐火车去四川找爸爸 小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小心碰到怀人 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叔叔 上街关起了询问玲玲 随后又买了食品和饮料 哄着玲玲吃饱喝好 得知玲玲想去成都 这个好心的叔叔 说正好自己也去成都 可以带着她 七岁的玲玲 跟着这名男子坐上了长途汽车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之后 玲玲被她带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吐鲁番 到达吐鲁番之后 玲玲被叔叔带到一个破旧的小旅舍 看到情形不对 玲玲开始哭闹起来 男子凶相毕露 扬言如果不听话 就要把她掐死喂狗 玲玲再也不敢反抗求救 到了晚上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名男子扒掉玲玲的衣裤 压在她弱小的身体上 玲玲经历了最为疼痛和最为可怕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 年幼无知的她看到床上的斑斑血迹 却连哭都不敢哭 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噩梦 玲玲被这名男子带到乌鲁木齐 转手卖给了弥小勇 也就是现在的爸爸 玲玲认真地告诉民警 弥小勇对我挺好的 就是要让我叫她爸爸 而且不让我和别人接触 说如果别人把我拐走 就会杀了我 她就救不了我了 玲玲所谓的好 就是与第一个拐片的叔叔相比 米小勇给她吃饱穿暖 对她从不打骂 但是玲玲必须陪米小勇睡觉 玲玲并不知道发生关系的真正含义 慢慢地在这种屈辱的生活中习惯和麻木了 她听从米小勇的安排 不能交友 更不能上学 唯一能做的是和米小勇一起 和她妇女相称 帮她打掩护 由于玲玲在旁 米小勇在女生面前就增加了可信度 渐渐地玲玲对此习以为常 甚至米小勇当着自己的面 与其他女孩睡觉 麻木的玲玲也觉得没什么 2013年玲玲不胜怀孕 米小勇领了她到一家简陋的个人诊所做了堕胎手术 有了玲玲的证言 米小勇很快供述了其拐卖玲玲 强奸玲玲的犯罪事实 随即 此案被公安部确定为打拐督办案件 民警开始帮助可怜的玲玲寻找亲人 可喜的是 事隔多年 玲玲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母亲 名字叫姬霞 张凯通过公安信息网查询系统 根据张玲玲的年龄 调出昆明市所有急性士林女子的户口信息以及照片 共计有31人 全部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 带到公读学校 让玲玲辨认 事隔六年 玲玲奇迹般的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母亲的照片 专案组立即通过自治区公安厅打拐办 与昆明警方取得联系 最终在昆明市五华区找到了玲玲的母亲提侠 得知女儿找到了 提侠配合昆明公安机关采集血样检验DNA 很快通过比对确定了他与玲玲的母女关系 但当民警请他来认领孩子时 他却反应冷淡 称自己经济困难买不起车票 要求与孩子的父亲张成贵联系 而他与张成贵在孩子失踪了第二年 就已经办理离婚手续 民警联系上张成贵 得知女儿有了下落 张成贵当即在电话中嚎啕大哭 原来张成贵与吉霞结婚后 由于吉霞母亲常年住院 两人经常为生活问题发生争吵 疑心很重的张成贵 后来竟然怀疑张玲玲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她的怀疑加剧了夫妻矛盾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民警这才理解了玲玲母亲对女儿 被找到的冷淡态度 专案组又与成都警方联系 通过两地采集血样进行DNA鉴定后 确认玲玲的确是张成贵的亲生女儿 张成贵惊喜万分 马上购买机票赶到乌鲁木齐 2014年9月17号上午 在沙区公安分局新增大队 张成贵终于见到了136年的女儿玲玲 妇女俩抱头痛哭 这一幕让在场的民警无不动容 9月20号下午 民警把张成贵和玲玲妇女俩送上了回昆明的火车 玲玲露出了小女孩才有的纯真而甜美的笑容 一一不舍地与民警们告别 张成贵带着女儿玲玲返回昆明后 失而复得的女儿 让张成贵和姬霞再续前缘 夫妻俩尽一切可能呵护着女儿 夫为她这六年来所遭受的创伤 米小勇因涉嫌三起强奸幼女案 一起拐卖儿童案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好 故事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好